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的那个人群不是说大家坐在这边 而是比如说走进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走进一个示威场合 或是走进一个社运的场合 其实我是有点恐惧的 但我的恐惧并不是来自于 我不认同或我认同 我的恐惧是来自于 我害怕我自己站在那个场合的时候 我会被在上面的人戴着装 我会失去我自己的思考能力 所以一如大家所见 我做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实践研究 它是一个历史研究 那历史这种事情 其实有一点有趣 这样讲好了 刚才那个亲切的小姐跟我说 可能不要太紧张 就是你上台就分享一些 你做研究的时候的心情啊 感想啊之类的就好 那我想先讲一下 其实我这个研究做得非常长 我硕士念了四年 那在这四年里面的前两年 因为我们的就是我的那个研究所 其实它有一点有趣 就是老师他不管你在干嘛 你自己想办法 那你有一个题目之后去找他讨论 那有他修正你的方向 那他陪你阅读 那他给你一些建议 但他并不主导你的研究 所以前面两年我算迷路你的蛮久 那在迷路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要上课啊 那所以去上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课 那你得做报告啊 有这些文章啊 那通常从 我记得从硕士二年级开始 我就常常做恶梦 延续的恶梦一直做 不管是因为研究生没有寒暑假嘛 所以我的恶梦也不非一年四季 拼命的做这样 一直做恶梦 那一开始做恶梦的时候啊 通常都是会梦到老师 会梦到那个所长 我有一次梦到 我在我的床上 跟我们的所长在meeting 然后我的指导老师坐在旁边一听 然后在那边说简介人家不行 说怎么会这样呢 是他的表情就这样 然后一开始的恶梦大概是来自那个 那大概研究做到 快第三年左右 第三年的下学期 我开始进入了这个领域 就是十九世纪台湾的西方旅人的领域 那一开始我是做想要以物质文化去做研究规矩 可是我在做的时候我也发现 其实人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但我一直在逃避他 我就是一直在逃避啊 我就是害怕自己太感动 怕读一读哭出来啊 然后没办法写下去啊之类的 所以我一直在逃避 其实我非常喜欢人的互动这件事情 那大概也是到第三年下学期左右 就是该做的抵抗你都做完了之后 你就不能再抵抗 你就只好接受吧 最后就开始读那些邮寄 那在看那些邮寄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很有趣 其实那时候的西方人 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一种侵略的势力吧 来到台湾 是一种强选 他们不自觉或自觉的 是因为殖民主义来的 那他们写的邮寄 其实你抛掉这一层看 他写的邮寄 跟我们在网络上一般看到邮寄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是第一天去那边玩 那遇到什么样的人 那边的人怎么样 东西好不好吃 东西怎么煮出来的 那边的狗啊 人啊是不是长得特别好看 或特别难看 或是说那边的路特别好走 还特别难走 其实跟现在的旅人到 我们就是到国外去看到的那些邮寄 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从那之后开始呢 当我进入这个之后 我也开始做梦 我一直在做梦 梦境里面的变成 我有一次做梦 梦到我坐在一个火堆旁边 然后旁边呢就是 19世纪一个很有名的旅行家 叫做碧琪里 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会很多各种原住民语 不同族的原住民语啊 然后台语啊 之类的这样 我梦见他跟那个 他那时候遇到的原住民族人 在萤火旁边 在 就是他们在互动这样子 然后我在做梦 我梦醒的时候我吓呆了 因为我居然就是开始进入这个 整个故事 我整个好像已经进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在不停做梦的过程当中 我慢慢体认到 其实我也是 我对这件事情是很有热情的 只是我没有办法 像大家一样用一种很 很实际 或是说很看得见的方式 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只能用我可以做到的能力 跟可以做到的方式 去面对所谓族群 或是说所谓十九世纪台湾的 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大家的研究 当然也看了 就是评审们给我的建议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我就哇 好像写的好像 好像满是一回事的这样子 就是 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一度非常的害怕 那我的指导老师他也 给我很多的力量 他在鼓励我的时候 我之所以会说这一段话 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所谓 刚才薛老师或是夏老师提到族群和谐 族群众和有一点关系吗 因为我 私设历史学出身 可是我用一些社会学方法 人类学概论 文化研究 文化批评 文化人类学之类的 不同的东西 反正可以用得上 我就用 在我的论文里面 我没有在管我自己是哪里来的人 我只在管这件事情对我东西 有没有帮助 对我要处理这个题目 是不是可以收束 是不是可以聚焦 那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带领大家 或带领我 去解决我认为的这个困难 那 所以我的指导老师 他就告诉我说 你不要管啊 你不用管说你用这个东西 那个人类学会说你怎么样啊 还是说 那个社会学会说你怎么样 反正 呃 这个前提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它本来就是一个资讯和回答的地方 人家要说你是 人家也可以说你什么都不是 那 你没有必要 被这些框架帮助 当你运用这些框架 其实你只是沿着这些框架在走而已啊 那 这样讲好了 如果把族群当作学科来比较好了 过去我们认为的族群概念里面 就像学科一样 有一个牢不可破的框架 或者是说 它有它固有的传统 历史学历史学传统 人类学人类学传统 那社会学 文学 英美文学 每个领域都有它自己固有的 必须要知道的基础的东西 可是除了这之外呢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在这框架中间悠有的人 那我们就是一个没有框架的人了 我觉得对于族群 或是说对于我在材料的运用 或是说我在 even我现在自己对社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的那些看法的时候 我比较难 我会很愤怒 我不开心 可是这个愤怒并不会促使我去成为一个直接行动的人 或者是说我的行动是一个 我的行动就是必须 它就这个愤怒会让我必须思考 我必须思考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 它所存在的意义 它所存在的社会背景 以及它各种不同复杂因素 很多时候搞不好这是偶然的问题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 我自己是做历史的 做历史研究的 历史研究留下来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资料 其实很多时候呢 它都只是不小心被留下来的 它只是刚好被留下来 然后可能经过几百年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 它只是刚好被留下来的 如果这只是一个个案的话 或者是它只是一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刚好而已 那所以我们并不能用一种 我觉得就是 这也是让我自己 就是处境有一点复杂的原因 那我还是很开心 就是可以获得基金会的支持 那也可以获得各位老师的肯定 那也谢谢各位朋友伙伴的努力 这样子 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在 各位的现场与各位相遇 但我心里永远因为你们都不在 我就是用 我自己的方式支持你们 这样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乃珍 然后就是今天很高兴 当在台湾外省海旧 电视剧文化政治的老师这个奖 然后当然又要真的很谢谢 就是品生老师们这么辛苦的 因为我自己要一次把它看完 我也觉得很吃力 然后就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就是可在阅读的过程中 跟我分享整几年来的努力 那我很佩服刚刚那位同学 可以把他的写作过程分享这么细致 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在消化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要过来影响 我也就是这里面有再回想 就是写作过程的一些想法 还有一些故事 那老实说其实并不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坎坷 我其实就只是很 就是只是慢慢的把它写完了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到现在我没有办法指出说 这篇论文是不是真的能够 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很大的改变 也许不会有 或是很久以后我不知道 那我唯一知道的是 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有了一点点转变 比方说其实我是一个 本省家庭出身的小孩 我以前对于外省人 对于原住民一无所知 那可是这个过程 让我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和这些故事 那其实很开心 因此我觉得真的就是 打开一扇窗 我重新认识台湾的股权问题 那因为我自己的主修日新闻 我未来很有可能 继续在媒体的这条路上同立 那我希望至少自己可以做到 不要再复制现在这些 我们社会上常见的族群偏见 至少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我希望可以用更细致 更深入的角度 在未来可能抱到写作的路上 把现在这些观点带进去 那可能跟更多的人分享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唯一不辜负 就是这一路以来支持我的人 或是这些过去的著作唯一的方法 那我再继续努力 谢谢 那五龙是我的族群名字 那我心里比较立即 有点紧张 手很抖 当初就是写这个青年会所 我以前在一个舞团工作 在圆舞者 然后当初我很想写舞团的 以剧场作为一个时间多元文化教育的场域 不过 之后回到部落 我发现部落的故事好像更值得要去写 因为 其实我觉得很妙 就是我居然会 就是现在已经2013年了 我居然是部落第一个硕士生 然后在读硕士 就是部落有读硕士的人 这样子 我自己就回想说 自己的兄弟他们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这样回想起来 跟会所的故事反而就是重叠在一起 还有我甚至我父亲的故事 当初我写青年会所是从 我想说写从日志 然后写到国民政府时期 怕消失的原因 就是这两个朝代 从日居时代 到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话政策 造成了会所的消失 然后再到1996年 因为原住民运动的关系 然后部落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的部落 我先介绍好了 我的部落是台东太马里山拉拉兰部落 那这个部落很妙 就是在1937年之前 我们住在部落 现在我们在谱地 然后不过我们是住在以前 1937年之前我们住在山上 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台地这样子 大概海拔大概200公尺左右 那1937年就是被日本政府 签下来到平地 那那时候签下来的时候 他也把附近的阿美族人 跟客家人还有米兰人 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聚落 那那时候也是因为说 在土地的资源上面的分配 然后还有一些习惯的不同 所以有很多冲突 那日本人觉得蛮反的 就是就是说 就是每天都在处理我们的冲突 那他就把阿美族跟台湾族 往南移移到两 就往南移两公里 变成另外一个聚落 叫做新香兰 所以原居地就变成是客家人 跟明南人居住的地方 那现在他也是成为是东海岸 小安客最多的一个聚落 叫做旧香兰这样 那我们就叫新香兰 那在 其实我们都 阿美族部落跟台湾族部落合在一起 其实我们都有各自的收购计 那我们都是各自举行 不过在1960年代的时候 19670年代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补助政策 就是 他是说以村委单位 然后去举办封严计这样子 然后 然后 我听我的父亲说 他们以前的时候还需要拿 就用一零二零第三零第四零 然后拿国旗出来 然后需要唱国歌 需要干嘛的那个情景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合在一起 因为阿美族人比较多 所以在1970年的时候 台湾族就穿着阿美族的衣服 跟阿美族一起跳舞唱歌这样子 我甚至小时候都觉得我是阿美族 因为我包括说在家里使用的某一些 这样的名词语言 比如说糯米饭 其实糯米饭或是小米 小米的那个种子 我们都会讲八百 但是我阿嬷都会讲哈哈 然后腌肉其实叫八百 但是我部落的人就会讲西闹 就是就会变成用阿美语去称呼 所以小时候其实我自己 在那个 这样子的环境长当 我都以为说我是阿美族这样 然后到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在收获机的现场当中 然后我妈妈就是请我不辜 在一个月一两个月之前 帮我量衣服 然后做了一件台湾族的传统服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穿上去 我都觉得跟我的同伴们 阿美族的同伴们一起跳舞 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 奇怪我怎么 他们穿迷女裙 然后我是穿白者裙 我自己都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吗 这样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慢慢想 才慢慢有这个认知说 我们上部落跟下部落是 因为上部落是台湾族 下部落是阿美族 那就是就隔一条巷子而已 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说 我们部落 这两个部落是不一样 所以从1996年开始 那这两个部落 上部落下部落 就分开各自举行祭奠这样 我在写的这篇论文当中 其实就是刚进去研究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就说我爸 我是一个部落的研究生 然后我还以一个研究者的眼光 研究者的角度 然后去面对部落这样 然后都会觉得自己很客观 结果好死不死 第二年我就选上他们七年会的部会长 然后我突然就在部落的干部核心里面 去做工作 不过这让我发现说 在部落的 当部落的干部 或是当部落的干部 当部落的干部 让我发现 有更多的视角去 去做这篇论文 其实我本来只是想写说 就是七年会说 因为什么消失 因为什么重建 不过写着写着 慢慢发现说 在写的过程当中 好像有很多声音告诉我说 你应该写多一点 写多一点 甚至我那时候论文写了200多页 那我知道教授说 其实写大概120页就好了 然后他就把我后面给一两张 然后把它删掉 然后 之后我就把那个 就是原本200多页的论文 那就给部落的人 这样 还是把我完整的 故事内容 这样 我在写这篇论文过程当中 其实 尤其是在写七年会所消失的部分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 很悲伤的故事 因为 我那时候在找说七年会所 为什么会消失 除了日据时期 跟国民政府的通话政策之外 还有之后的 跟安美组合在一起收获机之外 那为什么还会消失 然后 那时候我暑假在部落工作 那部落那时候要做那个相片的电子 电子 电子 的 电子化 然后我收集到一些照片是 我的父亲们 他们就是狗肩大背 或是坐在车站 然后有家人帮他们拍一张照 或是 后面是很大的机具 那他们就这样三个人 两个人这样 有个人帅 很笨的 那就拍了一张照 然后我从照片的后面 才知道说 这一张照片是从国外寄回来的 然后从沙烏比阿拉伯 新加坡 印尼 然后 然后 甚至有一张照片是 我父亲从 墨西哥湾寄回来的照片 这样 然后才发现说 就是青年会所消失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不在家 离开了部落 那那时候我也问我父亲 然后就说 你们那时候 为什么青年会以前都在 但是到你们 这个阶段 青年组织 为什么就不在了 那我的父亲说 我们都出去工作了 那没有人在部落 当然就没有了 那父亲讲得很平淡 那对我来说 其实 我 我都 就是会不忍心再问下去 父亲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这样子 然后到1996年 1996年之前 我们就跟他民族一起 那1996年之后 因为部落的某些 一些哥哥们他们在台北工作 或是在台北 读书 那时候接受到民族运动的市场 然后他们回到部落 然后去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是 我们的足球运动是排完族 那我们的同屋也还在 同屋家屋都还在 那我们的记忆 也还在 老人家的记忆里面都还有 那为什么我们不 不跟下部落分开 我们就各自举办 自己的基点 所以从1995年开始 我们就自己举行自己的收获记 那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部落的青年组织 才慢慢建立起来 那这个建立不是说 一个大 一个 成立大会 然后就说 那我们要成立 不是 而是我有一个哥哥叫薩比努 那他就很常带我们这些年轻人 然后去 那时候很土 那时候去 居然去原住民文化园区 然后去看原住民的住宅 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我 其实我很震惊 我心里说 哇原来是原住民 哎呦 哎呦 是长这样 你说哇400%是长这样 然后还有什么家庭的头目 家伍 哇是长这样 我那时候其实 才慢慢去认识自己的族群 自己的文化这样 那那个哥哥 他常常带我们在部落跑跑跑走 因为其实他之前在台北当警察 然后他很常就是坐火车 然后回到部落 然后带我们就是在部落逛 或是他就 呃 会带我们就是去老人家家里 然后跟老人家聊天这样 我那时候才真正深刻认识到我自己的部落 那青年会组织成立之后 慢慢慢慢在做年轻人的教育的部分 这样 那我们大家都就是大概有一个概念是 就是做部落的所谓的附政传统 附政文化这一块 不过在我国中高中 高中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隔北料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就想 呃 就有听到说隔北料 要迁到台湾奔岛这样 那可能是在大悟或是哪里 那时候不晓得 那这时候部落的哥哥 他们就带 那时候我还是高中生 就带我一起去 就带我们所有部落的年轻人 包括男生母生 然后带我们一起去台东台北公园 然后去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去去 坐在底下 然后看看 就是听听着 大家去分享出对于 不必要的状况这样 那一直到后面 包括说我到了大学 到了之后 包括308 我专业而走 或是在今年的 台东版合备这样 那这些哥哥们 然后他们都是在中间的 在推这些运动的中间的 中间的分子 我觉得这对我的 多人书写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是 所以青年会所不只是在做部落的教育 或是部落文化附贞这一块 有很多事情他是在做 为了让我们更好 那这个更好怎么做 就是让你跟我变成我们 那怎么变 有很多办 很多方法 像孙大川老师讲 他说部落文化附贞 或是部落文化附贞 或是部落的教育工作 其实并不能是自己独自行走 需要是大家接班同时 然后 我一直很记得这句话 那 在这些过程当中 部落的哥哥们 他们也做了很多 部落的 部落的 跟部落之间的连结 包括像这一次 卡蒂布部落的 就是 反过签 不是反过签 坟墓 就是 反签帐的一个部分 那 部落哥哥们也让我们亲自去了解 这个 这个 背后的 内容 然后背后为什么 部落的族人 永远相信说 老人家是在那个地方 就好了 因为那个地方是高的 平台 可以看着部落 那永远都跟部落 有一个连结 这样 我的讲话好像很迷路 好 总而言之 在书写过程当中 我觉得 兼构 这些书写的是 很多悲伤的故事 这些悲伤故事 我在 书写过程当中 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讲 这些悲伤的故事 永远代表一个寂静的位置 这个寂静的位置 我有透过时间 才能够变成 一个很有力的力量 这样 所以 我透过书写 表达我的时间 那我也透过参与七点会所 我要去表达我自己的主持人头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 然后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各位获奖等 大家好 我是 今天 今年 硕士论文 叫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到现场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边呢 我就以这段录音档 来跟大家分享 我整个获奖的一个心得 我 关于这次的获奖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 领着我走进原住民族 传播领域的林福岳老师 他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另外呢 还有要感谢的就是在硕士期间 负责指导政治哲学的石中山老师 这两位老师在整个论文的写作期间 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 其实呢 身为一个非原住民 要用原住民族传播作为硕士论文的方向 并不只是在研究所期间的一个学习的重点 其实更早他还可以探究说 其实我大学是就读 东华大学的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 对原住民传播的议题 本身就有着蛮深厚的兴趣 另外呢 就是以太国公民新闻平台作为探讨 民族民族传播主体 则是有感于深厚近年来 原住民族传播的相关研究 已经从过去的月听人 在线框架等等比较外显的层次 提升到原住民族传播权力 政策研究等等的方向 希望说能藉由这个权力概念的提出 还有一些政策法规的研议 来改善原住民族长期 在传播环境中的不利地位 但是这些针对原住民族传播的特殊性质 所研究弥定的政策跟法规 我想它可能是改善原住民族 传播现况的根本的方法 但是因为它在执行层面上 它必须涉及了许多 跟政府部门相关单位的运作 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它必须要耗费很多的时间 才能获得实践 而没有办法使原住民族传播 所面临的问题 获得立体的改善 因此呢 这篇论文它最大的目的是在 试图提出一套具有立即性 能够实践原住民族传播权力的方式 2007年的时候 我们的公共电视它 其实就有采觉到公民新闻学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也认为说公民新闻学的理念 也就是公民参与 多元价值 公共服务等等 就正好符合了公共电视 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在那个时候 它就设立了Pepro公民新闻平台 希望说可以借此来推动 公民新闻学在台湾的发展 那我本身在就读硕士班的期间 还蛮幸运说可以担任 Pepro校园采访中心的总编辑 然后也参与了 Pepro大庄公民记者的实习营 实际的参与了 Pepro公民新闻的编采工作 在参与Pepro公民新闻编采工作的期间 我也发现说 公民新闻它鼓励公民担任记者 然后进行生活周遭议题的报导 这个理念跟行动 跟传播公民权四大核心的自由 包容、多元、餐饮、相互契合 所以呢 在理论上呢 公民新闻应该是可以作为 传播公民权实践的方式 那第二呢 我也发现到说就是 公民新闻学它强调公民自主发生的权利 也鼓励说公民可以透过各种的观点 来进行事件的报导 以及提供多元新闻管道的理念 这正好就是可以补证援助民主 传播实践上所遭遇到的问题 第三呢 公民新闻的实践是来自于公民的自发性 主动的参与 并且可以透过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 影音科技啊或者是网络资源等等 采取实践的行动 它并不用像我们刚才所提及的 它需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的运作 然后不需要耗时在层层的行政关卡中 所以我就想说 原住民主的族人 如果是可以积极的参与公民新闻的报导的话 可能就会是实践原住民主传播权利 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 也许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原住民主已经拥有了原住民主电视台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市 它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原住民主实践传播权利的场域 虽然说原市的成立 为原住民主在传播权利上的实践 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跟方向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 因为原市它的成立跟规划 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是 因为当时的政策的需要 然后由原住民主委员会编略预算所成立 然后来做 其实它在架构上呢 是属于由上而下所设立的官方电视台 那向原市成立到现在已经满八年的期间 在过去的八年中 从一开始 它曾经委由其他的商业电视台来经营 然后到后来的就是纳入到公管集团 因为财团法人原住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来纳入有误会的业务当中 在法原定位不明 然后预算是由政府来编列 执行单位也是由原民会所管车的单位 来做执行等等的因素下面 原市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独立运作 然后来实践原住民族的传播权利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可以观察的空间 所以呢在这边我就认为说 如果是要使原市成为一个可以完全实践原住民族传播权利的场域 它必须是在国家有上而下的机制下面 突破结构上的限制来确保媒体的独立自主 所以在经营操作的手法上就必须要以一个比较草根的 或者是另类的媒介的方式 来提供原住民族族人的参与跟发声的管道 以塑造多元的传播环境 因此呢我的论文虽然完成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其中所提出的公民新文学的概念 仍然是可以适用在未来原市经营的方向 使原市不仅具备它原本所强调传统文化价值 跟族群认同的教育功能 也可以使原市成为一位族人 它去实践传播权利的最佳场域 因为笛者所担任的工作 与原住民族文化与传播工作的推动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未来的话我将逐步的把这个论文的研究成果 纳入我任职单位的执行计划当中 希望可以鼓励我们原住民族的族人来从事公民新闻的工作 并且协助争取各界的资源 来加强原住民族族族人对于公民新闻的认识 然后也希望可以提供相关的训练课程 期待原住民的族人能够借由公民新闻的操作 进而实践原住民族的传播权利 最后呢要恭喜各位获奖人 希望将来我们都可以为这个台湾的多元文化的社会 一切尽一份心理 谢谢